所以普贤菩萨 慈地讲的普贤菩萨 是华严经上的 等着普贤菩萨 这个普贤菩萨 他是菩斯班的 他有能力 用十大愿望 十大愿望 是华严经 修学的总纲领 总原则 于是 华严会上的菩萨 修什么我们知道了 第一个 离经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沉经 一分沉经 在一分礼 十分沉经 得十分礼 百分沉经 得百分礼 万分沉经 得圆满礼 你有几分沉经 如果我们以菩萨 等级来说 是行为菩萨 是行为菩萨 摄住菩萨 那就十分成经 射行为菩萨 就百分沉经 是回向菩萨 千分沉经 摄地菩萨 万分沉经 不一样 十分沉经 的十分礼 百分沉经 的百分礼 千分沉经 千分礼 万分沉经 的万分礼 一点都不错 我们要没有沉经 沉经心什么都得不到 沉经心从哪里修 从父母 你对父母都不沉经 我对老师沉经 骗人的 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佛法还看你 这七点 七点三叶敬福 第一句 校养父母 对父母都不沉不尽 对别人 肯定有歧途 不是这些 佛法观察如也 观察细密也 要求严格 小金 奉 奉司 司长 这是中国 传统文化 如是道 三家 共同要求 这个根基 不是这个根基 你不能成就 你在如 福不能成为神仙 连君子 古墨都做不到 那在佛 不能成为 佛菩萨 决定做不到 沉浅 多么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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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